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 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張延廷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資深媒體員 鵬華幹幹哥 思敏好 大家好 中華戰隊學會資深研究員 張靜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把我們的目光望向在中東地區 現在戰事看起來真的姿態越來越嚴重了 我們來看到最新進度是伊朗所支持的 黎巴嫩 什葉派的真主黨 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以來以哈戰爭爆發至今 持續的和以色列不斷的交火 就怕現在戰事擴大無法收拾 最新消息以色列方面有了一個最新的動作 我們來看到在8月25號這一天 他先發制人來進行突襲了 對真主黨進行空襲 我們看到他總共是出動了100架的戰機 攻擊離南40個地點 真主黨數千個火箭發射平台 另外真主黨也朝著以色列發射了 一共是320枚這麼多的一個火箭彈來做反擊 以色列目前已經宣布了進行的是 進入48小時緊急狀態 黎巴嫩真主黨他說 他這麼做是因為報復一個行動 是正式完成了 評估後續之後還會再做下一步 更另外不一樣的一個動作 以色列則是稱這不是故事的結局 而國際社會也開始呼籲雙方要趕快停止敵對的關係 真主黨以色列真的有可能爆發全面的戰爭嗎 這個也是現在國際目前最關注的部分 將軍怎麼評估 我認為這要看伊朗有沒有參與行動 因為本來是伊朗說要進行報復就會 這個伊朗他托而不發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由黎巴嫩的真主黨來出手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是帶領人的戰爭 如果伊朗會出手的狀況之下 伊朗出手的時機如何 還有伊朗的規模如何 如果伊朗的報復的規模是大的 那有可能爆發 這個戰事會擴大 如果伊朗他一直不出手 那就是小規模 伊朗的真主黨畢竟 他在以色列的北境他騷擾了很久了 他們邊境線79公里 而且他這次用的武器 是卡丘莎的這個火箭彈 那殺傷力破壞力也是有限的 因為它是一個面 而且不是那麼精準 而且他針對的是12個軍事據點 軍事目標區 他也沒有濫殺無辜 說像平民區去大量的發射這個 卡丘莎火箭去殺平民 沒有 那他是一個有拘束的 那有拘束 既然黎巴嫩真主黨是有拘束的報復 又是小規模的報復 而且不是一種毀滅性大規模武器的報復 那就是是有克制的 而且伊朗好像沒有出手 那我認為要目前來看 要包括全面性的戰爭的可能性 我認為不高 要看 但是我們還觀察伊朗後續的時機 因為伊朗有說要報復 但它沒有講確確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而且美國的 林肯號的航母大軍有過去了 它的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 那可以發射占卜巡运飛彈的 也過去了 那但是在那邊做一些監控 或者是制約伊朗的報復的行動 我想也可能發揮了一些的效果 那這樣 所以這一拖也拖了很久 像在今年四月份 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 那就非常的快 實際上非常快 而且大量的無人機 還有火箭的 還包括巡运飛彈 甚至還包括導彈 都這樣使用 那規模算是有一定的規模了 但是這一次我想 伊朗的克制 就會造成這一方面的約束 我們也看 這一次在 這個紅海藍端的 夜門的胡賽組織在這方面 我認為也沒什麼動作 它只會對過往的郵輪 商輪 尤其是站在 比較有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這一方面 它會進行一些報復或襲擾 也沒有幫它集成 它有做襲擾的動作 那這一方面看 我看包含夜門這一方面 胡賽組織也是 約束性的行動 並不是一種擴大性的行動 所以我倒認為 雙方都有做約束 而且以色列的報復 雖然派了100架次的戰機 去轟炸黎南的 這些軍事的祭典 因為我們知道黎南 它是山脈 黎巴嫩山脈是南北走向的 那只有一個 貝卡山谷是稍微平坦 那個地方是一守南攻 因為都是山脈嘛 所以以色列的戰果也是有限 那它戰機轟炸完畢之後 也沒有後續的擴大這方面的行動 它也沒有去攻擊 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 所以以色列我想它也有克制 那地面部隊並沒有 而且它地面部隊並沒有任何行動 只是空中的轟炸 那我想說 這雙方面可能都有某種程度 不要讓戰事擴大的默契 目前是存在的 好 所以我們看到以離攻擊 現在目前都雙方有所克制 不過接下來會不會爆發全面性的戰爭 我們會持續帶觀眾朋友 關注在伊朗這個角色 其實在8月25號這天 就已經雙方坐在這個開羅 來做以哈的停火做談判了 但是確實到現在沒有達成任何的攻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雙方都拒絕 調停代表提出的條件 當然真結點 我們今天就是要帶您特別來關心兩條走廊 我們看到畫面上 第一條是在埃及和加薩之間的這一條 長度達14公里的費城走廊 它的控制權問題還在做討論 是否要保留以色列的軍隊 費城走廊小檔案 它是以色列武裝部隊控制的緩衝區 用來阻止武器物資流入加薩 也可以讓以色列來赫止巴勒斯坦人 在沒有經過嚴格的查核狀況下 在加薩埃及這邊穿梭 另外一條我們看到畫面上的這一條 它叫做橫跨加薩中部的加里姆走廊 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心這兩條 也是至今都沒有辦法停火的重要原因 而且美國還在最後有做這個背書的停火 現在大家會認為說 對美國越來越沒有信心了嗎 兩條走廊到底具備什麼樣的一個重要性 今天我們來做解讀 幹哥幫我們來看 好 內坦亞胡說 好 我們都有誠意 我們要來談對不對 可是以色列安全部隊做了很多 你根本沒有想像 想像得到的事情 這兩條走廊是以色列現在全面嚴密監控 你要知道南部的那個叫做費城走廊 這條走廊長14公里而已 但問題是它長期以來 以色列是沒有把它封死的 可是本月七號 八月七號 以色列安全部隊把拉法邊境關卡給拿下來了 那個關卡是本來以色列就是讓它就是很鬆弛的 沒有去把它完全的控制住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哈馬斯他們有時候必須有些物資要從南方 從埃及的邊境運上來 以色列本來是爭之眼的 然後現在它把拉法關卡關閉了 關閉之後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現在要開始控制 就南方我要開始包圍了 我現在不讓你們 為什麼 因為這一條叫什麼 這一條叫做費城走廊 實際上他們當地的居民都把它講成什麼 這叫哈馬斯的輸氣管 輸氣管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有一條病人在病房裡面 他也有一條輸氣管你知道嗎 供養的措施就對了 那就是它的命脈 其實坦白講一句 以色列之後他們私底下走私軍火 他們知道 從地底下來的 所以以色列在七號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他就向國際發佈 你知道我們發現 沛城走廊有多少東西嗎 它有二十條隧道 是從隧道 地下隧道 因為它是不能從地面上面運過來的 所以從地下挖了二十條隧道 從埃及通到哈馬斯的加薩走廊的南部 然後以色列還提出 它有82個樹井 也就是說地道必須要樹井 樹井要設置很多 不然在底下運輸的人員 他會窒息 他都說這可以證明 但是埃及說你胡說 你根本就是編造出來的 哪裡有從我們這邊送東西過去 你這個除非你提出有力的證明或是圖片 或是立體的照片 你才能夠證明這件事情 你現在就是想說 原來廢城走廊對於 哈馬斯是這麼重要 他們說以色列可以確定 現在他們在運送什麼 他們在運送迫擊炮彈 甚至運送RPG火箭彈 從這個地方過來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地方從此以後 因為其實 廢城走廊是1979年就已經存在了 到了2005年的時候 以色列就還給了埃及跟巴勒斯坦 但是過兩年就被哈馬斯給控制了 那以色列還是忍耐 就說沒有去弄 但是現在以色列已經幫他 把他弄起來之後 那將來 哈馬斯就講說 你如果封鎖了拉法關卡的話 那我們一定會進行報復活動 也就是說現在看著和平的光景 就是因為這個廢城走廊 反而受到了影響 另外還有一條 內扎黎姆 內扎黎姆 通常也講說扎黎姆走廊 扎黎姆走廊又是 把加薩走廊南北一切 為什麼 因為那一條走廊 其實是以色列現在準備要建立 749號公路的 什麼叫749號公路 就是這條公路從以色列切過 如果橫切加薩走廊之後 會通到大海去 會通到地中海去 你為什麼要切這條公路 因為它要讓加薩走廊北部 北邊一半一百萬巴勒斯坦人 不能回到南方的家園 也就是一切兩半 它的用意是說 如果將來局勢要是惡化的話 你們南北是不能夠互相聯絡的 因為以前這個地方 其實是以色列人的屯肯區 那它其實有醫院 有學校 有遊樂設施 那現在他們最近派工兵部隊 全都把它拆除了 悄悄地拆除 以色列人悄悄地拆除 就是那邊的士兵接受了訪問 竟然說我們這是準備要打仗用的 我們就是要準備要戰爭 要突入加薩走廊 哈馬斯的心臟用的 士兵完全沒有避諱就講實話了 但是內坦亞胡還是要 就說他們還是要否認嘛 所以說這兩條走廊 南邊的貝城走廊 北邊的扎哈里姆走廊 這兩條走廊 會不會成為未來和平的變數 現在值得觀察 好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這兩條走廊 對於哈馬斯來說都非常的重要 被稱作是哈馬斯書氣館 我們會持續的帶觀眾朋友來關心 再來看到的是其他的角色的大PK 一個是真主黨 一個是以色列這兩邊的軍事 我們要先來看到的是在人力上面 真主黨的領袖說有超過10萬名戰士 還有預備的這些預備役人員都有做準備 CNN則是報導 以色列方面現在有169500至63萬多名的士兵 這是人力的部分 再來看到武器方面 美國中情局指出 真主黨擁有至少15萬枚的飛彈 還有火箭彈 最新進度 美國方面我們來看到他做了什麼 現在這個國防部長奧斯汀已經下令了 兩個航母打擊群繼續的駐紮在中東地區 這當中當然包括了林肯浩 剛剛張軍特別幫我們提到的 現在我們來持續的關注 美國的部分派了高官訪問中東 武器的部分又逐漸的到位 在這邊做重兵 到底他的斡旋調解能力好不好 美國是以色列攻擊加薩的一個幫兇嗎 這中間中國有沒有什麼樣的角色 張靖老師來幫我們看 我想各位觀眾必須要了解這個 有很多人當然認定美國是非常的邪惡 但是事實上美國他對外的政策 是國內各種派系的政治角力的結果 所以他有很多時候也沒辦法 除非真正逼到緊要 也沒辦法完全的貫徹到底 所以善意但是愚蠢 有時候能夠造成更惡劣的後果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想 為什麼今天這個戰爭好像綿延不絕 沒有辦法好像要終止的狀況 因為它缺乏全球性外擴外溢的效益 也就是說你今天發現這裡頭 並沒有哪一個是特殊的資源 打了個半天 中東打了半天 那個就是有關原優外銷 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唯一的就是在這個曼德海峽 紅海那個地方 因為胡錫青年運動在那邊攻擊商船 所以造成了航運的影響 這個就會有外擴的效益 但是其他黎巴嫩跟以色列 打了個要死要活 基本上來講的話 大家在那邊看的好像是非常精彩 但是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為什麼美國跟歐洲甚至亞洲 對於這個戰局的發展 這樣相對性的冷漠 其實就是因為缺乏外溢外溢的效益所致 那中國大陸對於中東 事實上它能夠去思維的空間 是相當有限 因為第一它缺乏前面的歷史淵源 另外一點就軟石令或者硬石令而言的話 真正的約制的力量也相當有限 但是唯邦不入亂邦不要去攪禍 這是基本的原則 只要它沒有維持到 衝擊到根本的經濟利益造成全世界經濟的動亂 基本上來講我想情勢的發展還是會維持這樣 但是以色列其實面對一個大家沒有想到的危機 那上面講以色列說這個有169500到634500的士兵 我們大家要知道以色列現在動員了這麼多的後備役的人 而且卡在那邊已經有大概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輕壯的勞動人口 基本上來講現在全部卡在這些戰事之中 所以今年以色列整體的年度的GDP嚴重下挫 這個就是美國要不斷地要用經濟援助去支撐它的緣故 但是就是說有沒有說是造成了嚴重的外移效應 答案也是沒有 但是對於以色列而言確實元氣大傷 所以我就講你不要怪全球其他地方的冷漠 是你這個火還沒有向外燒的結果 內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洞悉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